來 各位你們現在 我上次有問過嘛 很多同學家裡面 是不是都有用到 甚至都Windows 7了對不對 Windows 8也有一兩位同學有用嘛 那Windows 7 你知道它有什麼新功能嗎 它有什麼新功能 好像都沒有很 就是很深的印象 你這樣子覺得那個畫面就變得不一樣 啊 這Windows 7 然後看到動態轉 啊 Windows 8 Windows 8有什麼新功能 不知道 反正就這樣 所以很多人他都是延續 啊 SP會的 然後就繼續用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Windows 7檔案總管真的不一樣了 檔案總管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 你在用這個檔案總管的時候啊 真的不太相同 你看我們的文件 像圖片好了齁 這裡 有沒有 它的檔案總管 左手邊這邊其實 會變得比較簡單 那我蠻喜歡一個就是叫特大圖示 真的很大 而且很清楚 以前我們那個 SP架的話 你要放那麼大 就是會變得比較模糊嘛 好 那它現在這個是真的做得蠻清楚 尤其各位如果要看照片的時候 是相對比較容易 以前大部分都是這樣看而已 對不對 你現在這樣看就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要再來看的是 這裡呢 這個 好 那 這個軟體我就先不講 但是 媒體會 倒是各位要會善用一下 請問 你以前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叫做 我的文件夾 好用嗎 不好用 所以你的東西都不放在我的文件夾 對不對 因為那不是你的文件夾 呵呵 那是他的 不是你的 所以你就不會喜歡用 好 那麼 Windows 7以後 當然 Windows 8也是一樣 就是這裡已經改變了 因為以前我們不喜歡用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我的文件夾都放在西草裡面 我們自己也知道 系統跟檔案是要分開的 萬一電量要重灌的話 我就不用怎樣 不用擔心那些資料會不見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的媒體櫃 它已經改變了 不再像以前的那個阿斗 呵呵 對不對 它現在也是捷徑的概念 也是捷徑的概念 所以呢 你今天比如說你看喔 我在低潮 欸 老師如果交這個什麼 MicroStation 欸這個我常常用 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按右鍵 加入媒體櫃 有沒有 如果你 覺得這些 不是你要的 我想要自己整理一個 我就建立一個自己的 新的媒體櫃 你看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媒體櫃裡面有沒有多了一個 裡面呢 它的捷徑有沒有連到低潮裡面來 這邊剛剛那個地方來 所以它已經變成一個捷徑的概念了 所以你今天你的資料 放在低潮一潮 隨便哪個地方 我就是透過它的捷徑連過去就好了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不好用 重新灌的時候 資料會不見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了齁 所以媒體櫃你一定要善用一下 因為到處走到哪裡都會用到它 因為包括什麼 你的Office也好 你的這個 你看你用到哪裡 你在另存的時候 你在按另存清場 有沒有都可以找到這個媒體櫃 這樣子跳到這裡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比你從西潮啊低潮這樣一層一層進去 容易找得多 所以這個是Windows7之後 各位你一定要會用的一個小功能 好不好 再來呢 很重要的 Windows7有更新的 你們也沒用過電腦找資料啊 請問好用嗎 不好用 如果慢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重點是找不到就很難接受 哈哈哈 對不對齁 但是Windows7有改進 因為它現在支援全文檢索 欸你們在圖書館 有沒有用過什麼叫全文檢索 圖書館 還是大家比較少用圖書館 很少對不對 你看我們剛剛有沒有那個電子書 可以直接打關鍵字就找到裡面的內容 欸那就是全文檢索的概念 因為以前我們用檔案總管找 都是找什麼 資料夾的名稱檔案名稱 啊如果找不到就算了嘛 哈哈 自認倒楣啊 好那沒有關係 這個呢你可以看一下齁 在Windows7裡面 你可以從這裡找 開始裡面從這邊就可以搜尋 也可以按 你看你們鍵盤上有沒有兩個微軟的logo 鍵盤上啊有沒有兩個微軟的logo 有沒有左右各一個啊 這個加上F fine 加上F 當然微軟的logo是不是開始的意思 對不對 你加上F的話 欸就等於搜尋 比如說我這裡找一個關鍵字 好剛剛我看到老師裡面有一個叫下載 好我就找看看有沒有 OK 哇 喔 怎麼有人 喔這是我的 呵呵呵 在這裡找到這是檔案名稱對不對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 因為我的硬碟裡面 他也幫我加進來找了齁 他的好處就是 他現在不只是只能找 資料夾 檔案名稱 連檔案的內容都找得到 齁 尤其是Office 大家最常用就是Office的文件對不對 齁 所以那裡面的內容他都可以找得到 齁 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要找資料 這個體驗就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有個地方要注意一下喔 他只支援什麼 NTFS檔案系統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什麼叫NTFS 你有注意過你的電腦就用什麼檔案系統嗎 沒有嘛齁 反正來的就好了嘛 我們看一下 你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你在我的電腦這邊 看哪一個磁碟機 按右鍵內容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檔案系統 有沒有 欸 NTFS 那 有沒有別的 有 比如說像各位的那個 NP3的Player 還是那個記憶卡 有沒有 相機的記憶卡 或者是隨身碟 隨身碟 很多是什麼 FAT32 你等一下如果有隨身碟 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我們這個搜尋 他只支援什麼 NTFS 因為這是微軟的 那你說為什麼其他人不要用 因為如果你要用在相機裡面 或者你要用在別的 系統的 微軟的 沒辦法帶過去 好沒辦法帶過去 所以說你就不能 沒有辦法去找到那個磁碟機 所以很多大部分會找不到原因 就是你的資料是什麼 放在隨身碟裡面的 那他就沒責了 好這個是 你在這個Windows7本身 檔案總管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這裡呢 有一些 就是那個 Windows7的快速鍵 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只講 兩個 可能各位 比較常見到的 就好了 好 回桌面 大家應該沒問題吧 回到桌面 Windows7以後 是不是變到又是要講這裡 對不對 回到這邊來 所以呢 你如果 想要回到桌面 你可以按這個什麼 這個加D 哪個加D 在這個快速鍵裡面 只有講到一個東西 叫做微軟的那個 微軟按鍵有沒有 微軟的Logo 你加空白 或者回到桌面 有沒有回到桌面 這個加D 對不對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特別 那 你如果說你的視窗 因為你們家裡面的螢幕 請問是寬螢幕 還是4比3 像這樣4比3的 有很多人 現在買的都是寬螢幕對不對 因為現在買不到 這種4比3的嘛 好 大部分嘛 那怎麼辦 有些時候我希望能夠做 文件的比較的時候 你看 比如說我把這個文件 我先縮小一下 我又要看這個 請問你以前都怎麼看 兩個分開 然後再慢慢調整 對不對 這樣有點累 可是你可以這樣 你看我拉到旁邊 有沒有各自一半 但是微軟只做一半 因為 因為有個缺點 如果你是寬螢幕的話 一半並不好用 雖然可以比較文件 但是真正工作的時候 一半並不太夠 不太夠 最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所以等一下我們有個小軟體 跟各位介紹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快速鍵 你可以拉到 你把視窗拉到旁邊 或者拉到上面 就放大 放到最大 拉到旁邊就變一半 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方向鍵 Alt加方向鍵 Alt加這個 向右有沒有 向右還是向左 那就可以把這個視窗 變大或變小 或者你拉到旁邊 都一樣 所以如果有時候 老師要比較 兩份文件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左右看 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簡單 那至於說下面這個 我想應該就還好吧 把 這個應該都還好 所以我們主要就講 剛剛這兩個 各位應該是比較常用的 可以參考一下有沒有 Windows按鍵 加上 Windows按鍵 好像靠左邊 靠右邊 有沒有 這樣 就可以直接切換 你用拖曳也是一個方式 好不好 這邊跟大家先分享到這裡